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番外之吃一下 第23集,身份被质疑 嗯,最近一段时间,阿福他们就在找这个人 线索了吗? 有 路易低谋,眼前的茶盏已经空了 不等他开口,夏小小已经诚意十足地起身,替他添了新茶 路易掀了眼皮去一眼夏小小,若不是知晓,他出身夏府 是夏然偏宠着长大的唯一敌情小孙女 他一定会以为如此势快的举动断然不可能出自于后府千金 可偏偏这么违和的举动,夏小小做出来却并不显得突兀 路易低头戳一口茶 心里暗暗疑惑着,那时而清冷刚毅的香府千金和眼前势快谄媚的小跟班 到底哪一个才是他? 莫不是夏府有两位千金? 一位如他所见,另一位才是他此前所致的那位千金小姐 夏小小耐心地等着路易低头喝完茶了又赶紧替他再续上一杯 期间小二陆陆续续地送菜进来,也丝毫没有分走他的注意力 他执着的是,别人不可能轻易就分走他的注意力 大人,你可不可以跟我说说,到底有什么线索?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呀? 先吃饭吧 路易放下茶盏 眉眼里瞧不出什么喜怒 眼前菜品琳琅满目 可夏小小丝毫不为所动 他下定决心要做的事 没有人可以动摇 哪怕是他最喜欢的美食 也不能影响此刻他对于案情的追踪 大人,您一边吃一边跟我说 夏小小殷勤地替路易加菜 恰如往日在府里哄着夏然那般乖巧温顺的不得了 路易低谋,深以为自己这顿饭可能不那么好吃 他滴滴地叹了一声 抬眼看一眼夏小小 拉着他的胳膊把他强行按坐下来 小小,你我已经定了亲 嗯,我知道,爷爷跟我说过了 那你可不可以安安心心地陪着我吃一餐饭 可我们今天是来查案子的呀 大人,夏小小认真的看着路易 忽闪的大眼睛里满是真诚 路易有些无奈 他原本只是想寻个借口 带夏小小出来单独吃个饭而已 至于那所谓的案情 自然有人去跟踪 无需他堂堂经历大人亲自出马 可眼前这么一个认真严谨的小跟班追着 他想偷懒似乎也不太可能 先吃了饭,我再带你去查案子 那你先跟我说说案情 陈校尉他们是怎么发现这些线索的 你上次是怎么从那个郭瑞芳嘴里审出线索的 夏小小,路易有些头疼 执着的夏小小居然又把问题绕了回来 那个连他自己都有些不愿意和外人提起的审讯手段 如此血腥暴力的画面 他实在不愿意和夏小小提起 路易很少直呼夏小小的姓名 此刻一出声 夏小小自己心里也咯噔了一下 他嫩嫩地退坐回去 大眼睛眨巴眨巴 认真地夹起一块肉往自己嘴里塞 我吃着呢 那你现在能不能跟我稍微地讲一讲案子 吃完饭 我再跟你讲 我吃 不是你吃完 是我吃完 路易见夏小小迅速往自己嘴里大口大口地塞食物 赶紧拦住他的动作 他有些无奈 夏然在众人心目中是何等神话一般的存在 他那般规矩刻意 那般的十分寸懂礼数 怎么偏交出这么一个不守规矩的小丫头 除了这机灵劲 还有那张与祖父十分相似的脸蛋 路易几乎不能相信这就是夏然的亲孙女 夏小小嫩嫩地嗡了一声 忙不迭地往路易碗里加菜 像是怕他吃太慢了影响他分析案情 他手里的动作很快 只插端了盘子直接往路易嘴里塞了 路易皱了皱眉 有些无奈地盯着他问 夏小姐 你真的是首辅大人的敌亲孙女吗